你是否有被隐藏的天赋呢? 可能你有很多的潜力被你自己埋没了。 你给我三分钟的时间,我将带你在潜意识当中去寻找并挖掘它。 在开始体验前,有两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不论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结果,都是一次心灵的疗愈。 所以建议你可以将本视频收藏起来,以后反复地疗愈使用。 第二个,你需要对我完全地信任,因为接下来的过程你会非常安全。 先点赞后体验,养成好习惯,开始今天的心灵之旅。 请你在一个安静又舒适的环境下进行。 可以躺下,也可以坐下。 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和我一起做两次深呼吸。 每一次深呼吸,都会让你进入更放松的状态。 从头到脚,放松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你会主动将每一个部位放松下来。 放松你的头顶和额头。 放松你的脸颊。 放松你的颈椎和肩膀。 放松你的胸腔和背部。 放松你的小腹。 放松你的四肢。 让你自己处于最放松的状态。 发挥你的想象。 你正走在一条上山的路。 上山的路很安全。 每走一步,你都会看到更远的风景。 进入到更放松的状态。 在山顶处有一座高塔。 你会慢慢向它靠近。 看到它的全貌。 看到它的颜色。 你会记住高塔的样子。 你已经走到高塔的门前。 请你仔细看一看。 高塔共有多少层。 你会记住这个层数。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会用你的方式进入到高塔之中。 来到其中的一层。 一。 二。 三。 你会记住你来到了第几层。 在房间的中央。 你会看到一个桌子。 上面摆着一个物品。 请你将物品拿走。 你会记住物品的样子和它给你的感受。 当我再次数到三的时候。 你会来到高塔的另一层。 一。 一。 二。 三。 请你将房间桌子上的物品同样拿走。 你会记住物品的样子和它给你的感受。 我会再次从一数到三。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会来到高塔的另一层。 一。 一。 二。 三。 房间中央的桌子上有最后一件物品。 请你拿起它。 感受它。 现在我会给你一点时间。 你需要感受这三个物品和你的关系和它的象征。 你会做出最后的选择。 将与你连接最深的物品带出高塔。 它给了你什么样的感受。 它代表了你什么样的象征。 你可以分享给我。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会带着最放松的感受回到现实中来。 一。 二。 三。 本视频建议反复探索使用。 人生天地间。 有人诸事顺利。 天天笑口常开。 生活得很幸福。 也有人诸事不顺。 处处受挫。 整日闷闷不乐。 生活过得很压抑。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究其本因。 就是每个人的福报不同。 有的人懂得惜福。 平日十分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不断为自己积德积福。 日久身上的福报越来越多。 有的人则不懂得为自己积累福报。 他们平日里从来不注意自己的言行。 福报不知不觉的就被消耗殆尽。 他们的生活也就越来越不顺利了。 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 在评论区留下或从口出时刻提醒自己。 人的福报都是通过申口义三业所消耗。 其中口业消耗福报最多。 那么什么是口业呢? 口业就是你嘴巴说出来的话。 所造的果报。 或受其害,或遭恶报,或受其累。 口业乃恶报。 对应的即是口德。 无论是在修行还是日常生活中。 要善乎口业。 多用爱与慈悲与真实与真诚与。 来对待周围的人。 口业有似妄语其语两舌之语恶口之语。 妄语即假话空话欺骗人的话。 为了自己的私利。 胡说八道,哄骗别人。 有些人为了哗众取宠。 往往空话假话套话一大堆。 却没有一句实话。 有的人信以为真。 到最后却发现吃亏上当了。 你不但失去了别人的信任。 或许还会受到别人的惩罚和羞辱。 常讲妄语的人内心不敬。 总想欺骗他人隐瞒实情。 为自己谋得私利。 讲妄语就是造口业。 而口业则最损害福报。 当你口出一句妄语之识。 福报就消耗一点。 日久福报越来越少。 就会招灾惹祸。 大制度论中讲到。 说妄语者会有十种果报。 如口气臭善神远之人不信手。 常被诽谤人所不耻。 常夺忧愁重诽谤业因缘。 身怀命中重者多恶道等等。 嘴里从来没有实话。 爱忽悠人。 时间久了身边的善缘贵人就远离了。 终有一天自己也要被人欺。 遭受妄语的苦果。 如果你发现自己妄语严重。 要及时忏悔止损。 不要等恶果性潜悔之不及。 妄语泛指一些容易让人生起贪嗔。 痴痴心的闲杂无聊话题。 也叫无异语。 曾经有一名皇室的女士。 某天和厨房的同事闲聊。 说自己轻而易举的就能给女王下毒。 谁知没多久。 女士随口的一句话。 就传到了皇室的耳朵里。 即使女士一再辩解这只是句闲话。 但最后依然被判入狱。 莫说他人短语长。 说来说去自遭殃。 灾祸往往是因为一句闲话而召来的。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爱说闲话传闲话的习气。 传闲话的时候。 说得很容易很轻松。 但承受果报的时候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流言蜚语犹如利器直戳人心。 指点议论就像瘟疫害人害己。 为人处事不听是非。 不传是非言多必诗。 沉默是金两舌之语。 即搬弄是非之话。 理解他人之语。 清朝的纪晓兰大家都知道。 她编写的粤威草堂笔记。 记录了当年的各类实情。 其中有一篇关于离间的故事。 说有个书生赶考途中。 住在一个比较破旧。 生意不太好的客栈里。 每天都看到一个长得很漂亮。 却不开口说话的女鬼跟着她。 书生在客栈攻读备考十几天。 那女鬼始终在她身边。 因为女鬼长得漂亮。 所以书生并不怕她。 但却不知道女鬼想干嘛。 一日终于忍不住问其原有。 那女鬼示意摇笔和直。 写道自己是个哑巴鬼。 是两百多年前明代医护贤令家的小妾。 那使得她喜欢挑拨离间。 把两个关系很好的人挑拨到矛盾尖锐。 互相打斗是她的乐趣所在。 因为她的这个恶习。 好好的一个大户人家被搞得鸡犬不宁。 七零八落。 她却因此而洋洋得意。 那辈子死掉以后就跺到了轨道。 因为两舌的夜。 两百多年来一直没有办法超生而居。 无处所到处飘摇。 如今希望这个书生能抄送几部地藏经之类的经典回乡给她。 让她增加点福德。 至少有个地方可以住。 不再这样风雨飘零。 于是书生就帮她抄肚抄了好多。 不禁回乡给她。 之后那女鬼便没再来过。 两舌多只背后爱说他人是非。 尤其是爱讲他人坏话。 会坏他人形象,议论人非。 进而让他人名誉受损。 自己则幸灾乐祸。 两舌与妄语其语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话语用心险恶,实属不善。 两舌之语讲得越多。 福报消耗越快,祸患无穷。 恶口之语通俗地讲就是骂人的话语。 恶口与前三种话相比。 消耗福报最甚。 这种当面伤人之语, 其实并不能真正地伤害对方。 相反它会加倍的作用。 在口除恶语之人的身上, 让口除恶语之人得到恶的果报。 俗话说两眼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可见恶语伤人影响之深重。 口除恶语所造恶业也最直接, 也最持久。 口除恶语之时, 身上的福德就会迅速消失。 福报将会很快消耗殆尽。 有道是口中毒是毒, 舌上毒非毒。 口毒坏众生, 命中堕地狱。 这句话是说口出恶言就如同下毒害人, 连毒舌都比不过它。 而恶语伤人的人, 最终会堕入地狱。 传说佛陀时代, 有个比丘尼, 因为一句诗而骂别的比丘尼为母狗。 结果在五百世轮回中堕落为一只母狗。 口是福祸之门。 做人说话要留口德。 经常说伤人骂人的话, 就算一时涂了口舌之快, 让对方哑口无言, 无地自容。 终有一日, 你说出的恶语就会像空谷的回声, 一样在自己身上得到报应。 以上四种口验, 说得越多, 福报消耗得越快。 切记不要再说了, 一般人最容易犯的是口瘾, 一个人的命运好不好, 从他有没有口德就看得出来。 所以考验很重要, 人一辈子缺德事不会天天做。 但是缺德的话, 难听的话, 不正经的话, 可能会天天说, 日积月累, 福报都从这张嘴里跑光了。 所以说话没口德的人, 这辈子也是侃侃苛刻。 很凄凉的, 有一些人, 他们非常嫉妒人, 看不起人, 自己本事不多, 却见不得别人好。 他们最喜欢别人有所成就时, 在大众面前, 说那人以前狼狈难堪的世界, 最喜欢去指指点点别人不好的行为。 虽然那人已经很惭愧自己做错事了, 但他们依然不依不饶。 令人完全抬不起头, 然后自己就笑得全身抖动。 最喜欢八卦, 心里特别渴望听到别人不好的消息。 如果听到别人的喜事, 比如升职加薪买房买车之类的, 就喜欢说一些酸溜溜的话。 还有很多这样的人, 经常不分场合骂人说脏话, 一点小事就喋喋不休的人, 这些人都是在造口业, 而造口业的非常损服, 果报也非常严重。 现代人在轮回里, 整天忙得晕头转向, 最缺乏的一个是耐心, 一个是定力。 尤其是我们的嘴巴, 好无定力可言, 好朋友把他的心思向你倾诉。 当他做了一些不如你意的小事, 你就可能把他的丑事讲给别人听。 定力不够耐心不够的人, 比比皆是, 我们都应该好好检讨自己, 把嘴巴管严实点, 也是一种禅定, 也是一种修行。 张嘴讲话很容易, 懂得闭嘴却很难, 少说一点负面的语言, 多讲一些正面的好话, 学会赞美别人, 多念经多持咒, 贵人与持, 敏于事甚于言, 多讲一些有意义的话, 语言才会有分量。 修行不容易, 哪怕做好人也不容易, 一般人不会犯, 最容易犯的是口业, 一个人是否富贵, 也要看他的口业如何。 所以口业很重要, 许多福报都是通过嘴巴给损了, 有的人说我什么坏事 都没有做呀, 要知道这个口业不好, 损福报是很厉害的, 古人讲业由心生, 如果口一直讲不好的话, 说别人是非, 以及说一些诅咒的话, 这样子损福报很快, 不仅是说是非, 哪怕说我们长辈的不好的话, 这也是损福报。 还有女人一直抱怨丈夫, 说丈夫不好, 就会让他越来越不好, 这个口业观很重要的, 我们讲口要留得, 不要尖酸刻薄, 不要争强好胜, 这样子就能留住福报, 为什么口能损福报呢? 要知道福报是元启法, 是因缘合合的, 比如说你去寺院做义工, 你扫地的动作给你带来福报, 还是擦桌子的动作给你带来福报呢? 都不是的, 是心念给你带来福报, 我们发出利益众生的心, 去扫地去整理卫生, 和众生结欢喜缘, 这个心念所感就创造了福报的源起, 福报就是这么产生的, 那损掉福报的也是用心去损的, 心中趋向自私, 趋向抱怨, 趋向极度迁滩, 这时就损掉福报了, 福报也是用心然后配合行动来损的, 为一时之选不断造好业, 这时福报的损失就很快了, 佛说话言辞柔软, 越可重心, 使法界的众生听了佛讲话都很欢喜, 都被佛的语言所射手, 这也是佛累式修行, 口说其语的原因, 所以口要说好话, 善护口业, 心要存好心, 省欢喜之心所感的就是福报, 有道是知人不必严禁, 留三分于地与人, 留些口德于己, 责人不必磕尽, 留三分于地与人, 留些度量于己, 才能不必傲尽, 留三分于地与人, 留些内涵于己, 锋芒不必路尽, 留三分于地与人, 留些身脸于己, 有功不必妖尽, 留三分于地与人, 留些谦让于己, 得理不必强劲, 留三分于地与人, 留些宽和于己, 经常会听到有人抱怨自己运气非常差, 也有人说自己的命不好, 也有人说自己天天行善, 却没有什么改变,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疑惑呢? 自古以来, 民间就流传一句俗话, 好人不偿命, 坏人活千年,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控诉, 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 坏人却可以随心所欲,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 历史上一些良善之人经常受尽欺负, 命途坎坷, 过早殒命, 而那些作恶的坏人, 似乎却经常能够轻松地逍遥, 法外, 甚至升官发财, 自在逍遥,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好人未必有好报, 坏人未必有恶报, 的确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那么真的是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好人没好报, 坏人偿命却没有报应吗? 当然不是, 否则就没有天理了, 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 那就请耐心看完这个视频, 你的不解, 你的疑惑, 你的愤怒将会释然, 关于福报和命运, 打一个浅显易懂的比方,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恶人无报应, 他的杯子大小和水量是定好的, 是由前世或者祖宗累积下来的, 从这一刻来说, 的确这个人的命是注定的, 每个人的命运和福报不同, 这是先天的或者说前世的, 这就造成了杯子的大小不同, 水量的多少不同, 有的人做了很多的坏事, 还活得很好, 是因为他的杯子非常大, 而且水又多, 做坏事是损人利己, 这其实还是在往外漏水, 虽然漏了很多水, 由于他注藏的水, 或者说福报足够多, 还没有漏完, 所以你看, 他还是活得很好, 不要记得他继续行恶, 杯子的水漏完了, 恶报就显现了, 有些人做了很多善事, 情况还是很差, 是因为他杯子比较小, 水也非常少, 虽然做善事是往杯子里面加水, 但是由于我们的杯子一直在漏水, 福报一直在消耗, 杯子里的水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量, 福报还没有先减, 当他坚持行善, 减少漏洞, 水量逐渐增多后, 福报就自然显现了, 任何事情都是一个 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这称为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所以看一个人, 不能看表面, 不能看一时, 不能看一世, 因果要看城府, 我们的所有言行, 最后都会通过我们的家族和血脉, 这是我们的另一部分, 继续延续下去, 前人栽树, 后人成粮, 我们的善行, 或许未必会在我们这里转化成为福报, 但一定会让我们的家人和子孙受益, 而我们的恶行, 或许未必会在我们这里转化成为恶报, 但也一定会祸及我们的家人和子孙, 正所谓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你现在明白了吗? 通过上面的类比,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了, 杯子是指人的德行, 德行越大, 杯子越大, 至于水则是指人的福报, 最初的水, 是由前世或者祖宗累积下来的, 行善积德是往杯中加水, 坐监犯科是在给这个杯子捅窟窿, 从而加大福报的流失量, 上书中记载有荣德乃大, 说的就是我们的德行, 德行就是一个器皿, 它的功能是容纳世间万事万物, 因此所谓德行, 其实就是器皿, 就是我们的心量, 心量越大则包容越多, 就此而论, 想要培养德行, 扩展心量, 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求我们能够容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缺点, 每个人都是非常具体和立体的, 所以要评价活人很难, 今天风光无限的, 可能明天马上翻转, 今天走投无路的, 可能明天均临天下, 因此要准确地评价一个人, 往往只能评价死人, 视为盖棺定论, 但是在对他人的评价当中, 可能一些人让你喜欢, 也有一些人让你讨厌, 但是无论喜欢还是讨厌, 一定要包容所有人, 能够包容他人, 就是在培养自己的德行, 推而广之, 要培养德行, 扩展心量, 就要求我们在容人之余, 还要能够包容十方三界种种众生, 上要礼敬神明, 下要遇鬼实施, 至于人道当中的各种猫猫狗狗, 也应该一份慈悲心对待之, 如此方可为海纳百川, 有荣乃大, 然后才能真正提高德行, 扩展容器, 改变命运, 综上所述, 所以说人命天注定是对的, 这是从先天来看, 而我命由我不由天也是对的, 这是从后天来看, 现在非常多的人, 都不屈服于自己的命运, 积极的改命是非常值得赞叹的, 但是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 就是只注重往水杯中加水, 不注重把杯子变大和减小漏洞, 也就是说只注重培养福报, 但是从来不去培养自己的德行, 如此一来, 加的水还不够漏的, 又怎么可能改变命运呢? 综上所述, 想快速改变命运, 你是不是已经意识到其中的秘密了? 没错, 改变命运的关键就在于扩大心量, 改正缺点都行善事, 扩大心量就是加大杯子, 量大福大, 量大才能福大, 小肚鸡肠的人永远是没有福报的人, 因为他的杯子小, 装的水少, 所谓厚德在物, 心量大才能厚德, 厚德才能在物, 这里的物是指你的财富, 你的福报, 你的官位, 你的学历等等, 看别人都不顺眼, 或者遇到一个不如意的事, 或者别人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就生气就怨天尤人, 也是心量小的表现, 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心量承载福报, 突然间来一个大的福报, 反而会把你压垮, 有些人不改变自己的德行, 天天去买彩票, 期望能中五百万, 有研究人员, 专门追踪采访了好几个重彩票的乞丐, 结果发现这些乞丐虽然一夜暴富, 但是在经过两三年的挥霍之后, 又统统变回了乞丐, 这就是因为乞丐自身的德行太小, 容器太小, 所以即便突然抛给他五百万的福报, 他也承受不住, 这就是德不配位, 唯有厚德方能在无, 至于没有德行的乞丐, 永远只能做乞丐, 至于改正缺点, 就是减小杯子的漏洞, 改正缺点, 是改变命运和运气的关键之二, 漏洞不减小, 就会造成福报的泄漏大于福报的累积, 你做再多的善事, 不改正缺点, 发一次脾气, 水一下子就漏光了, 又何谈改命, 不怕念起唯恐绝齿, 念起失病, 不需施药, 要想恶念不形成恶业, 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每当一个恶念生起, 就要马上生起绝知, 然后停止对恶念的继续思维, 如此方位治疗福报泄漏的良药, 改变命运的第三点是多行善事, 命由我造, 服从己求, 与别人没关系, 与老天没关系,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天道对于众生一视同仁, 无偏无私, 无厚亦无薄, 但上天又常常无意识地, 暗中帮助善良的人们, 这句话的真实意义是说, 行善是符合天道的, 因此行善的人就是顺应天道的人, 所以天道总是与善良的人同在, 使得善良的人做事情犹如神柱, 顺风顺水, 善是符合大道的, 善良的人, 因为其自身的思想和言行, 均是符合道的, 并且能够坚守着自己心中的道, 那么自然就会被大道所青睐, 所以做人做事应顺应天道, 多行善事, 多结善缘, 做个善良的人, 福祸无门, 为人自诏, 千万不要抱怨, 千万不要怨天尤人, 千万不要发脾气, 忍得住看得开放得下, 就是功德, 多行善事, 多积福,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只要做到以上三点, 如此一来, 不但身体会变好, 相貌会变好, 周围环境也会变好, 量变汇聚成为质变, 最终改变你的整个命运, 感谢你看到这里, 希望你心中的疑惑能够得到缓解, 很多人在苦苦追问, 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命运这个看似神秘的词汇, 让许多人对其心生敬畏,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人, 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 认为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自己无法改变, 然而你是否想过, 命运或许并没有那么神秘, 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中, 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在生活中掌握这种力量, 那将会是怎样的情景, 接下来让我和你分享几个真实的故事, 带你揭开命运的神秘面纱, 这将带你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 让你领略到信念, 的力量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 当你看完这个视频, 你或许会对命运有全新的认识, 甚至可能找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 所以请准备好, 让我们一起, 开始这场关于命运的探索之旅, 或许在结尾, 你会找到那个隐藏已久的答案, 那个能够让你掌握自己命运的答案, 所谓信念所致, 生万千欢喜, 作则必成, 每一个人当下的生活, 都是根据自己心念所决定的, 一个拥有正心正念正行的人, 做什么事都会成功的, 若一个人总是在抱怨在怀疑在憎恨, 那么即使他再怎么努力, 生活还是在原地打转, 这就是向由心生, 静由心转, 你的命运藏在嘴巴上, 藏在你的言谈举止间, 所以想要改变命运, 就要不断地对自己进行正向的, 积极自我暗示, 改变命运, 先从改变心念开始, 所谓心念一转, 万念皆转, 你有什么心念, 就有什么命运, 现实世界中, 有一位女士得了癌症, 但是她每天都会对自己说感谢, 我已经好了, 她心里完全相信, 她病已经好了的这个事实,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看喜剧片, 让自己开心, 让自己笑, 三个月之后, 奇迹真的出现了, 她的癌症居然痊愈了, 太不可思议了, 没错, 这就是信念的力量, 当你真心渴望摩扬东西时, 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 心里想什么, 就会聚焦什么, 聚焦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任何事物, 只要你专注它, 我们就在创造它, 所以想要改变命运, 记住永远只说你想要的, 改变命运, 从改变言语开始, 俗话说的, 好性格及运气, 语言及命运, 你嘴里说的话, 不仅在影响着你, 也同样在影响你身边的人, 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家酒店, 经理打开包房的大门, 发现服务员们正在那里, 偷吃客人剩下的菜, 看到经理进来, 服务员非常紧张, 经理随口说了一句, 你们在那里吃好吃的, 也不叫上我, 随后经理跟服务员 一起吃了起来, 有一次经理遇到了客人的刁难, 有一个服务员拼尽全力帮助经理, 事后经理问服务员, 服务员说明了原因, 经理恍然大悟, 一切福田离不开心底, 你的嘴就是你的风水, 人这一生, 运气的好坏都藏在你的语气里, 所以若想自己命运翻转, 要存善念, 说善言, 要有意识地进行正向自我暗示, 你要习惯性地把我恨你换成我爱你, 把太倒霉了换成太幸运了, 把真闹心换成太棒了, 当你经常这么去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不仅运气变好了, 生活越来越顺了, 而且你还会发现, 命运不知不觉见也悄然改变了, 记住一句话修一张富贵嘴, 想一世富贵命, 改变命运, 请记得默念三句话, 人这一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 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并不是被困难本身所打倒, 而是被遇到困难时的心态所击败的, 拥有一个好心态, 对于我们的人生至关重要, 而好的心态是完全可以通过刻意练习, 自我暗示来创造出来的, 请大家每天记得默念这三句话, 来重塑潜意识, 改变命运, 第一句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 都会过去的, 不管你现在人生经历了什么, 记住所有的事情都是暂时的, 哪怕说你现在出现的很糟糕, 很棘手, 或者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事情, 你也要记住, 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们没有必要让自己深陷其中, 更没有必要被这件事情所困住, 再大的风, 它也不能一直刮, 再大的雨, 它也不能一直下, 记住坏脾气不能改变你, 唯有海纳百川的心胸, 才能助你成功, 第二句,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当你人生觉得不如意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庆幸, 因为老天并不会让你无缘无故经历任何事, 你经历的都是你该经历的, 记住一句话凡事发生, 必使恩典,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唯有我们不断地经历磨难, 才会有百炼成钢的那一天, 唯有我们接受应该接受的, 才能活得更加坦然和自在, 第三句你变了, 一切就变了, 你是因世界才是那个国, 一切外在的像, 都是你心向的显现, 人生中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要学会用正面的心态去思考, 一件事情, 当你认为是好事, 就会变成更大的好事, 当你认为是坏事, 就会变成更大的坏事, 记住内在富足, 外在富足, 内在匮乏, 外在匮乏, 所以想要改变命运, 就要先改变自己的观念, 当你学会了, 为自己进行正面的自我暗示, 命运就改变了, 这就叫做心向事成, 点灯, 点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